哈喽大家好,我是振振 最近我在找比较好玩的ACP 其实有些ACP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东西 它们的存在就如同于 哆来梦口袋里面拿出来的道具 简直就是个宝藏 也拥有着非同寻常的功能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ACP 119 是一台微波炉 不过它竟然是个Euclid级别哦 那它究竟有什么奇怪的功能呢 好奇的小伙伴先来个点赞收藏和分享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ACP 119是一台松下微波炉 从各个方面来说 ACP 119的外观都与普通微波炉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其磁电装置并不会产生微波辐射 而是放射出一种陌生的使时间加速的辐射 它最初是由一名代理人发现的 当时这位代理人在某山谷酒庄的亭业 清算拍卖会中买下它 ACP 119的异常特性是能够迅速老化其产品 并创造出昂贵的年份 根据记录显示 该公司于2005年成立 而且早在20世纪 这个山谷酒庄就利用此特性 开始私下进行古董交易了 然而这些交易涉及到篡改产品信息 以及其他形式的欺诈 引起了许多诉讼 最终导致了山谷酒庄的破产 而ACP 119的时间加速程度 取决于粗食设置的时间和功率 时间可以输入三位数 功率可以选择五种级别 在一级功率的时候 输入的秒数与微波炉中经过的时间相匹配 因此如果你输入30秒 则微波炉将运行30秒 里面的东西也就会老化30秒的时间流逝 当每种功率选择增加一个级别的时候 时间加速程度将成指数性的增长 如果你输入30秒用于二级功率的话 那微波炉将运行30秒 里面的东西则老化了900秒 也就是30秒的平方 在功率级别为5 如果输入999秒 则微波炉将运行999秒的五次方 里面的东西将老化995个千亿零 99亿 9千万零 4999秒 可能小伙伴并没有什么概念 觉得没有很多 因为一秒钟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么刚才的999秒的五次方 简单点换算就是 2763亿 9166万 3890个小时 合计一下就是 3155万 1559.80479年 这个微波炉的时间 其实转的有这么点长了 当然了 它在转的时候 也并不影响微波炉的正常使用 其他的按钮仍然都保持 普通微波炉的功能 例如 分钟的按钮可以直接增加60秒 而解冻功能则提示用户 定期打开翻转里面的东西 然而运行过程中 再次按下分钟的按钮 而仅仅使内容物 随后按照设定的功率 老化了60秒 根据测试记录 当微波炉里面放了一杯冷咖啡 有个特工想加热 设定的时间为1分钟 功率为1级 端出来的咖啡还是冷的 同样 时间仍然设定为1分钟的时候 功率加大为4级 打开微波炉后 特工发现它的冷咖啡 上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霉菌和浮渣 和放置了5个月的咖啡一抹一样 在一项记录当中 特工在微波炉中 放了一瓶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设定时间为1分钟 功率为5级 因为12年的酒比较便宜 然而25年到30年 就算得上是佳酿了 是所有能够买到的苏格兰威士忌中 算是最好的了 测试完后 这瓶酒实际上就是37年的威士忌了 品尝过的博士认为相当美味 但是有其他博士反驳 认为威士忌在酒桶内不会变成 实验得到的只是一个37年的老酒瓶 里面装着12年的威士忌 这就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 这个酒在微波炉里面转的时候 到底是封着的还是开着的呢 封着的话不就会炸了吗 开着的话那也不就早就挥发干净了吗 毕竟是酒精 还容易加热着火 不过在基金会里面研究就不用太较真了 经过基金会的研究之后 ICP 119是可以被拆卸的 除磁电管外的其他部件都可以被替换 如果将该磁电管装置在其他一模一样的微波炉内 磁电管仍能使时间加速 但除此之外 在原微波炉外的复制功率二级以上的任何东西都会失败 尽管ICP 119与所有标准微波炉型号一样 通常仅在门关闭的时候才会运行 但在拆卸过程中 已经证实了如果干扰关闭机制 也可使设备在打开的时候仍能正常运行 随后的测试还确定了从ICP 119发出来的辐射 与它所取代的微波辐射极其相似 如果对ICP 119进行敞开工作模式下的实验 需要获得四级全线人员的批准 随后的测试都是从受影响者的角度出发的 结果表明ICP 119内部被影响的生物不会感觉到时间加速 而是简单地认为自己在微波炉里面停留了一段时间 由于它们在内部需要的睡眠和食物量 都远远超过了ICP 119外部所需要的量 所以如果有生物暴露在ICP 119中 那么它们可能就很快被饿死 因此对活物进行实验的话 也同样需要一名全线等级为四级人员的批准 此外由于ICP 119内部的微生物 也有可能受到加速影响发生进化 因此现在将工业级的消毒剂添加到了 ICP 119的收容程序中 除非是在实验期间 ICP 119应始终保持厂开门 并且应该拔掉插头成断电的状态 除实验期间外 ICP 119所在房间的门都应该被上锁 其进入所需要的密码镜提供给授权的研究和安保人员 任何时候都将在附近提供工业级的消毒剂 并且在进行任何测试之前 应对ICP 119的内部进行彻底消毒 在实验期间 应始终通过ICP 119上的观察窗 监视ICP 119的内装物 一旦内含物对敌对或以上方式损坏ICP 119时 将立即停止测试 那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基金会发现了一个被人用来秘密谋取利益的ICP 酒装其实只是个幌子 实质上是制造高价古董的黑市 毕竟不论什么东西 一转就能提高它的历史 所以谋取的暴力也会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这个微波炉确实是很神奇的 不是什么平行事件 也与时光机相反 时间这个话题真的充满神秘感 世界上最简单的两种概念 无非就是时间和空间 就像宇宙的起源和范围一样 一直都是个无法解释的谜 因为越简单的东西往往都是越难解释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得好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那我是郑整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